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第一章 祝福 奉上帝旨意蒙照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所提尼 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承圣 蒙照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知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平安 从上帝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感谢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 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附足 口才知识都存避 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 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上帝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召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劝弟兄相合 弟兄们 我值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因为格来是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门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 受了洗吗 我感谢上帝 除了基利施报 并该游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 受洗 我也给施提反家 施过洗 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 我却记不清 基督差遣我 愿不是为施洗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 落了空 基督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 为如绝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上帝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 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民事在哪里 这世上的辨事在哪里 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如绝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上帝 上帝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如绝的道理 请求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里尼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围半脚石 在外帮人围如绝 但在哪蒙照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里尼人 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智慧 因上帝的如绝 总给人智慧 上帝的软弱 总给人强壮 世人厌护的 乃上帝所简算 弟兄们 可见你们蒙照的 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上帝却简选了世上如绝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简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上帝也简选了世上悲賤的 被人厌护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上帝面前 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女 是本乎上帝 上帝又使他成为 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和字幕志愿者 杨洁 tenía不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